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如何将两个不同照片上的人物可以放在一张照片里 是怎样操作的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如何将两个不同照片的人物放在一张照片里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Snapseed S-N-A-P-S-E-E-D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直接点击中间的加号 从相册当中选择一张人物照片 比如说这一张 选择好之后我们在最下方点击工具 在这里点击展开 我们将照片拉伸一下 拉伸到能容下第二个人物 拉伸完成之后 我们在工具栏最下方找到双重曝光点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下方添加第二张图片 从而双手调整这张照片的大小以及位置 放好之后我们在最下方将小水滴这个位置拉到最顶端 然后选择对勾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方有一个返回按键 这个时候会出现有一个查看修改内容 我们打开 在右端的双重曝光里面 我们找到画笔 它的下方就会形成这个界面 我们选择第二个按键 让它显示出这一张照片 这个时候它就会是这样子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键 可以看到未显示图片人物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将这张图片涂抹出来 或者是可以放大 尤其是在中间分界线这里 将它放大进行涂抹 涂抹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对勾 选择反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下方有一个导触按钮 选择保存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将照片保存到了相册当中 我们返回相册来查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直接将两个不同的人物 直接放在了一张照片里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给自己制作图片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呢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 再见